哈囉 各位後宮們 大家好 我是皇帝 我的影片 讓你們永遠看不妮 今天的這部影片啊 是很多觀眾敲碗已久的 小青 BS小青的全服對決 皇帝有拍過很多的全服單挑系列 但是到目前為止啊 也是第一次跟全服小青單挑 然後做成的影片 今天這部影片一樣是皇帝在台中城市賽 我的徒弟 我唯一收的一個徒弟 從南部特地來台中城市賽 為了見上皇帝我一面 為了跟我單挑好不好 特地北上 他還拿了500塊說希望皇帝我 無論輸贏啊 都可以拿去做公益 我覺得這個做公益的心非常的棒啊 皇帝我 非常的欣賞 究竟全服第一小青 BS全服第一小青 能夠插出什麼愛的火花呢 我們話不做說 影片直接開始 哼哼 Yup 恰勒 我敢保證啊 今天的這場戰鬥啊 絕對啊 是四季之戰好不好 全服第一小青 VS全服第一小青 雖然皇帝我已經沒有全服第一的稱號了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都不重要 只要在大家心目中 我是全服第一小青 這樣就足夠了 這邊雙方的四等前消耗換血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精彩 你來我往互不相讓 基本上兩隻小青對打 在四等前是很難分出勝負的 然後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面的這個全服第一小青 是皇帝我收的唯一一個土地 雖然說是土地啊 但是皇帝其實我也沒有教他什麼東西 就單純他都看我的影片學 然後一路爬到全服第一小青的稱號 說了這麼多啊 我們先帶回到遊戲這邊 這邊一技能空放之後 被對手抓到機會 我被對手給推進塔下 我們這邊大招壁咚到之後 發現他丟了一個滅絕 情況不對 我們大招二段配合一技能順利逃走 對手也交出了他的瞬移 在這樣子的巔峰單挑賽之中啊 我只能說稍有一個失誤 你可能就會成千古恨啊 不過這一局我們一定會比較優勢一點 前期的我們會打的比較劣勢 因為對手有瞬移 後期的我們因為我們有斬殺的關係 對手會少了一個斬殺的傷害 如果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 在後期的我們是會贏的 因為我們有斬殺 對手帶的是瞬移 可以看到雙方的小青啊 消耗基本上是沒有在客氣的啊 能夠打就打 這邊對手大招空掉之後 我們把他壁咚進草叢 沒有看到對方的視野 也沒辦法進行做追擊 這邊我們互相斷對手的二技能 善用一技能 可以把對手擊飛的這個特性啊 在對手放二技能的時候 你就要放一技能 把他的二技能給斷掉 因為小青的二技能 是他主要的技能輸出來源 對手啊 我的徒弟 目前他的血量是比較多的 我們利用一個空檔 我們去把這個補包給吃掉 不然我們這樣等下打起來 肯定是會輸 在交戰過程中啊 也別忘記 不要讓對手的兵線 進到自己的塔下 因為小青拆塔其實算蠻快的 這邊雙方一個一技能 互相擊飛 對手大招又沒有空 我們這次大招打中之後 二技能接著 我們接著一技能擊飛 接大招二段 我們疊出我們的被動 中間一直瘋狂的穿插普攻 打出了非常多的傷害 但是對手小青也不是簡單的料啊 他大招沒有必動到我們 我們大招有必動到他 結果我們還跟他打著四軍力敵 看來有在我的影片好好學到了 小青的換血技巧 兩隻全服第一小青啊 就像鬥雞一樣 什麼叫鬥雞 兩隻只要一接觸到啊 就是打起來 兩隻黏在一起 互相垂來垂去啊 不到最後一秒 都不會知道到底是誰輸了 這邊我們抓準機會 對手大招必動又沒中 我們大招必動再次中了 不過還是沒能收掉對面的小青啊 說逃跑啊 對面小青可能也是一流的啊 跑的真的是很快 這邊對手小青他的換血能力 實在是太麻煩了 我們第二件裝 應該說第三件裝 我們優先出了拘魂 這邊對手可以說是貪心啊 他為了貪這波兵線 他怕他的外塔掉 他沒有回家 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他外塔掉了 我要打他的話會更容易 我就可以把他壓在主堡上打 所以他很努力的 想要把這波兵線給守下來 可惜我覺得他剛剛回家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反打 但是他這樣被我殺掉一次之後 基本上差距就拉出來了 我們這邊也順利的把對手外塔給拔掉 對手這邊可能是太緊張了 他這一場的大招基本上沒有什麼打中我們 小青這隻角色最關鍵的啊 就是他的大招 大招有必中到啊 小青這隻角色就很強 接著我們雙方就開始了 你來我往的激烈攻勢啊 兩隻小青黏在一起扭打好不好 兩顆大捏捏 我應該說四顆大捏捏 在那邊扭打 你們各位觀眾可以想像說 四顆大捏捏在那邊扭打的畫面嗎 因為我跟對手都清楚的知道 小青害怕什麼裝備 以及小青需要什麼裝備 所以到後期啊 我們雙方的裝備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模模一樣樣 在裝備一模一樣的情況下 你要打贏對手靠的是什麼 召喚師技能的斬殺 還有對手的失誤 你只能靠這兩個 你才能夠在這場戰鬥中贏下勝利 然後這次跟全服第一小青的單挑賽啊 也是在台中城市賽打的 非常多人圍觀 我們雙方是打得非常的火熱啊 所有人看兩隻全服第一小青打起來 哇 比我們兩個人還激動呢 整個旁邊把我們圍起來 一直尖叫說打他打他 哇那種歡呼聲的感覺 讓我們雙方手都在抖啊 打起來真的是很有壓力好不好 所有人都在看 從很久以前就很多人想要敲碗說 我跟全服小青打 說實在的啦 現在的很多全服小青都比皇帝還要強了 皇帝已經老了 但是 我相信我在大家心目中好不好 永遠都是最愛小青 最喜歡玩小青的那一個 皇帝不是 我們拉回來遊戲這邊 這邊雙方消耗的差不多 我們大招雖然沒有必動到 但是我們要的是大招二段的斬殺 斬殺完之後外接一個 我們召喚師技能的斬殺 成功的贏下了這一場好不好 雖然剛剛大招沒有辦法必動到牆上 但是因為這個版本改版的小青啊 沒有必動到敵人啊 也可以觸發大招二段好不好 這邊我們成功的帶掉了我徒弟 謝謝指教你玩的真的非常不錯好不好 不愧是我徒弟 雖然我不知道到底教了你一些什麼 這是我們打單挑的第二場 原本沒有要打第二場 可是因為我的徒弟就是 他說希望能夠再跟我做一次的交流 因為 他是從南下 就是從南部特地趕來台中城市賽 就只是為了跟我見一面 然後做交流賽這樣子 我想說 好吧 他都特地上來了 那我就再陪他打一場這樣 第二場呢 對手也把瞬移改成了斬殺 ok 所以這一場啊 雙方可以說是召喚師技能啊 還是說出裝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了 就像我剛剛說的啊 在前期兩隻小青胸部對打的情況下 是基本上分不出太大的勝負的 除非你前期的失誤就非常的嚴重 不然基本上你們雙方換血是不會差到太多 因為剛剛的二技能沒有打到 所以導致我們雙方血量有點差距 為了吃這個補包 皇帝我大意了好不好 被他壁咚到 對手馬上用一技能還有大招二段追上來 斬殺好不好 在塔下收掉了我們 在這邊皇帝博士就交給你們 各位一個觀念啊 你們在跟小青單挑的時候啊 真的不要為了那個補包去靠近牆壁啊 一點都不划算 因為 那個補包啊 我覺得根本就是為了小青設計的 對手只要想吃啊 就給了小青開戰的理由 你們知道嗎 我們一開始就被拿下了一顆人頭 在這邊換血的部分啊 我們已經換不太贏對手了 我們只能夠被對手壓在塔下打 不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清楚知道啊 如果我的外塔被拔掉了 面對這樣子強勁的對手 基本上我也算是輸了啦 因為我們外塔只要一掉 對手直接進來 隨便就是把我們壁咚在主堡上了 所以我們是毫無伏擊之力 沒辦法還手 所以皇帝博士我呢 我現在知道我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 就是趕快把兵線給帶出去 不要壓得太進來 如果讓他把兵線給帶進來 那麼基本上我們就是已經輸了 所以這邊我們不能讓對手 把兵線給帶進來 這邊他過來之後 大招壁咚往回拉 為什麼他要往回拉呢 因為他也害怕我們壁咚他嘛 所以說在小青打小青的時候 你的戰術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這邊對手的兵線已經壓進來 我們已經阻止不了他了 外塔一定會掉 基本上外塔一掉 小青基本上就注定這場GG了 好不好 因為主堡那麼大的一塊 隨便都可以必動到 這邊我們把對手反必動之後 主堡的傷害真的太低了 打他不怎麼痛 我們這邊跟他換血 有稍微換贏了 如果真的想要贏的話 我們只能夠拖到大大後期 再來比的就是技術跟失誤性 這邊還要交給大家一個觀念啊 不是說那種單挑很強的人 就是永遠都不會輸 像這邊對手把我們壓在牆壁上之後 我們還沒有大招嘛 他打我們是非常痛 我們狙魂現在才出來 我們大招一轉好之後 反必動一技能接大招二段 趕快逃開 每個人都有手感不好的時候 所以其實勝負不是那麼的重要 就 大家切磋好玩就好了 原本皇帝我是想要拖到後期 跟他在決一死鬥的啊 但是對手就是 對 他硬拆了好不好 出乎皇帝我的意料之外 塔賊被拆掉 OK 我們沒有機會拖到後期就這樣輸了 不過他的實力真的是無庸置疑啊 蠻強的 謝謝指教 很強的對手 不知道各位觀眾看完的心得是怎麼樣 但是皇帝我非常享受這種 就是跟高手間交流的感覺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全服單挑系列的話 請留言告訴皇帝我 皇帝我每一則留言都會看 如果支持這樣的全服單挑系列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並且按讚訂閱我開啟小鈴鐺 你的訂閱跟小鈴鐺還有按讚啊 是皇帝我做影片的最佳動力 或者你有什麼企劃想要提供給皇帝我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因為皇帝我每一則留言都會看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 我是皇帝 我的影片讓你們無可挑剔 那我們下回再見啦 掰掰 好 by bwd6